我从夏威夷回来呢 他就正赶上学校开学 就各种忙非常累 然后过中秋节啊 反正就这一个多月 我就觉得我没有一天是闲着的 又剪了好几个视频 又有些平时这个 我的频道的一些发文章啊等等 就非常非常的累 很少举起相机Vlog 今天本来也挺累的 然后待会儿就要接小朋友了 下午没有什么力气 所以我打算给自己做一杯奶昔 自己喝一下 就让我自己能够觉得开心一点 今天都干嘛了呢 就收了两个快递包裹 都是厨房的 我整理了一下我的厨柜 给你们简单看一下吧 一些用的不用的 一些碗呀什么的 然后我就把它分门别类的整理了 像这个我打算机器放里面 然后这样用的时候拿就很方便 这几个盆全部都是洗菜洗水果的 都是觉得拿了方便 然后呢 我又找到了一个宜家这个小篮子 就把这些高的水壶从上面的柜子挪下来 就给它都收纳在这里面了 然后放一些不太用的盘子碗 茶壶什么的 然后这边我稍微收拾了一下 就是有一些我备菜的盘子 现在洗碗机里的呢 像那些都是备菜的一些照例呀等等 就打算洗完了就放到这个里面 下面我就又买了一组这样的 就是格栏吧算是organizer 之前我只有左边这一组 然后我发现这种树的盘子还挺多的 就又买了一个接上了 然后就把它都插到里面 然后这边都是一些party 要烤肉的那些备菜盘子 水果盘 然后这些杂七杂八东西 这面的抽屉 我原来呢 就是随便放的一些外卖 那些一次性的那些餐具丢在里面 我觉得挺浪费的 我就又买了一个这种塑料的organizer 分割层 就把它利用起来吧 像一些勺子啊 这种都是带小朋友在外面吃酸奶的 我觉得丢掉了呢 也挺不环保的 所以就给他们平时吃冰激凌什么的用一用 就是反正你有多少地方都会占满 就又放了很多餐具 像这些餐具我也不知道 以前都放在哪里了 边是之前的 对这样就显得更正洁一点 给大家看看我今天打算做什么饭 这个是Zucchini 是朋友自己种的 那种挺大一颗 我就切一颗 打算稍微炒一炒 这是我上午就开始炖上的 但是炖上之后呢 现在炖的七七八八了 就放了一些萝卜和洋葱 用那种红烧牛尾的方式做这种 像牛排骨吧 这个我是在Costco买的那个 美国和牛这个牛肉它特别香 然后这种大骨头 一共有四大四大块你看这么大 我就用红烧的做法 然后用水吧炖烂 最后再加一点这个萝卜和洋葱收汁 等晚上小朋友回来开饭请再收汁 现在打算做一个Smoothie 我也是收拾橱柜发现我这个Vitamix里面 居然当年买的是有这个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杯子 我把它拿出来了 就是这个旋转这个地间这样旋上去 然后这样打 打完就直接拧上这个杯子可以淋出去喝的 香蕉 从夏威夷回来就是还是闭上眼睛都想的是夏威夷的蓝天白云和热带水果 所以回来就买这种热带水果口味的冻的火龙果块 还有芒果 叫什么 阿卡尔是不是这么叫 上次好像不错 anyway也不重要 怎么叫也不影响我吃它 一勺饭吧 黑黑的 我上次打过一次 就是它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胖胃转不起来 所以我就不要加太多 先加一部分 我会加点牛奶 然后就不要加太多 它就不错 它就会开 然后就说 它就会加三个月 很安排 就会加太多 然后再加太小 然后再加太小 这叫四个字作茧自负 太强了 这样提着就可以 不过还是喜欢用个洗罐 这种钢的洗罐 好喝 喝上这个一下就开心了 我觉得 哈喽大家 又收到一个包裹 是一个大家伙 是这个牌子老板牌的蒸烤炸一体机 是一个浴网炸东西的篮子 它在里面呢 但是我刚才搬了一下 还挺大挺重的 叫我老公待会把我搬进去吧 好了 这个摆上 哇塞 看着挺高级的 哇 这感觉 密封还挺严实的 然后里面就这样的 它是又可以蒸又可以烤 还可以空气炸锅的那个三合一体 哦 这边是放水的 估计就是灌这里面蒸 来我打算先烤一下 试一下 今天就烤我切好的这个西葫芦 烤蔬菜特别简单 就从超市买这种 这种烤蔬菜的调料 然后小孩在吃 还可以加一些cheese粉 加一些这个cheese在一边 我的牛仔骨快炖好了 骨头都掉下来了 你看 哇 很不错 很快的 感觉五分钟就搞定了 它好像还可以一键清洗 因为它有那个蒸汽的功能嘛 就是可以自清洁 好了就很快速 也不是很快速吧 这个肉花了比较久 一个下午的时间 其他都非常快 这个就是我新搞的那个烤箱 烤的西葫芦 非常非常简单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家 不论做任何好吃的吧 小朋友总是要吃这种 麦克风味cheese 所以就是煮的 然后这个我很快用那个烤箱 就是用空气炸锅那一档 我从超市买的冷的 冷柜里的那种饺子 然后剩的米饭 这个就是我炖的 美国和牛牛仔骨 加了点胡萝卜洋葱 我的大牛肉 哇 太香了 我天呐 你尝尝 一口满满的油脂 就是把和牛给烧 油上加油 嗯 好吃吗 好吃 哇 这个瓜好好吃啊 一口嘴里像化成水一样 是吧 嗯 因为这个是朋友种的 所以他特别嫩 我再跟观众说话 分享两个家居好物吧 这个我已经打开了 是那个 Villenbach 维宝 他们家新买了一个这个盘子 然后是打大概五折 我觉得蛮划算的 然后它很大 就是有点 怎么说 很馋艺的感觉 嗯 上面放一个小香薰蜡烛啊 放一个小花瓶 一个小插花啊 都挺好看的 来客人妈 放个水果什么的 也会挺好看 糕点啊 什么都行 它上面有这种 暗纹路的 像莲花一样 这种花纹的 还挺漂亮的 我还觉得这个 买的很不错 我还买了一个 这个OXO OXO这个牌子的一个 Cereal Dispenser 因为最近我们家小朋友 爱上吃Cereal了 就是每天早上 都要求Cereal为早饭 嗯 我也很开心啊 这样就不用 早上又什么煎蛋 又什么烙病之类的 真的没看到说明书 好吧看着办吧 ok 需要一个螺丝刀 ok 好 这样一般 它那个Cereal 就会漏下来了 好 它后面会有一个卡扣 把上面这个container固定上 我觉得我要把这个 稍微洗一下吧 再放 好 好 好玩 哇 看 是不是很好玩 对呀 ok 我会要做展示 呦 太多了 太多了 开心吗 好玩吗 开心吗 但你们不能没事吧 当玩具好吗 hello 拆一个包裹 我买了一双鞋子 我已经很久没有买鞋了 我觉得有一年多了吧 当然不包括 比如说买一双什么登山鞋啊 那种不包括 就是买那种 仪式感很满的那种鞋子 然后我买了我最喜欢的这个牌子 Nicolas Kirkwood 第一次买一下他们家那个高跟鞋试一下 像他们家之前的 我这个就是通勤鞋每天都穿的 就是这个带后跟的这种 还有就是这种穆勒拖鞋 都是以前买的特别舒服 又是一个拆包裹 然后我拆开觉得蛮成功的一次购物 在发赛事上我新发现一个牌子 我也在YouTube post给大家那个推荐了 叫There was one 像有点醋酸吗还是什么 我不太懂 就是质感上有点像真丝那种面料的 短裤裙裤 然后带一个白边的 换了一件衬衫 然后换了一双鞋 换了一个黑色loaf 这有六七年的一个真丝衬衫 然后它是长款的 所以我就系个扣子 然后配这种小短裙子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是吧 然后换了一个点点的衬衫 我觉得它这个有点学院复古风的感觉 然后带了一个草帽 这样搭配一身 是不是挺好看的 嗯 这个牌子很不错 我以后再去看看他们家其他的秋天的款 推荐 又到了准备晚饭的时间了 我在洗水果 蓝莓 无花果 草莓 下面是 那个玉米 笋 白菜 还有西兰花 几种蔬菜 那边还有鸡翅打算腌上 那边还有鸡翅打算腌上 把油倒出来 因为它会很腻 但是你做这种素菜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进去 我不要放太多 我把白菜切好 就这样 我再想放点蒜蓉 放一点油 然后上锅蒸 这个叶子我就留着 下次做汤的时候用 煮到鸡翅打算腌 煮到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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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瓦虎买的那个橄榄油 是蒜味的 在瓦虎买的那个橄榄油 是蒜味的 鸡翅 油 我看我做饭 有的小伙伴说 我们家吃菜的量太少了 我感觉这个视频吧 就呈现出来 可能因为离得近 就是你不觉得它很稠 有多大 但其实你看 这个碗就跟我小臂一样 一样大的一个 就可能说是盆吧 你实际肉眼看还是蛮多的 好了 做好了 看蒸的怎样 好了 我又放了点葱花生抽 淋一点点油 植物油就可以烧热的油 晚饭就准备好了 不过小朋友跑去上课了 你说这杂粮饭做一锅就是吃两三天 然后这就是今天做的蒸白菜 下面是豆腐 然后凉拌 这个已经被小朋友给他吃了三分之一了 然后这个是我昨天做的那个 就是美国和牛的那个红烧的牛肉 哇这个超级香的 所以很腻人 每人吃不了两口就觉得好油啊 所以这个得少吃一点 对这个就是今天的荤菜 今天还可以 基本全都吃光了 又剩了点米饭 唉我们家小朋友不喜欢吃米饭 宁愿吃面包什么的 麦克尔茄子这种 准备一下明天的早饭 是做隔夜燕麦 这个水果也可以明天早上吃之前再放 因为早上通常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我试过你提前今天晚上放进去 泡一晚上问题也不大 就把它放到表面就可以了 好了然后盖上保鲜膜 明天早上就可以吃了 然后准备完早饭 再准备明天的晚饭 先是打算烤鸡翅 洗干净 然后瀝干 我这次吹吹就买的是这样 一整个的鸡翅 放到这样一个盆里 用这个日式味淋 白胡椒粉 garlic salt periyaki的酱 蜂蜜 蜂蜜 再加一点酱油上色 拌一下 这样盖上冰箱里腌过夜 来吧 饭后甜点 我想要一个flower on it pink flower on it 还有巧克力 我想要那个 嗯 你待会儿再给哥哥选一个 好吗 哥哥练文琴奖励哥哥 嗯 早上吃的时候提前一点拿出来 要不然太凉了 你看它里面就已经都泡软了 像粥一样 但是很有嚼劲 好了腌好了 烟过夜了 不过我中间应该给它翻一翻 我昨天晚上也忘了 就这样吧 然后打算再做一个burita cheese 这个是我先从costco买过来的 我没有尝过这个牌子 然后这个番茄是朋友自己种的 你看它和买的不太一样 就是奇怪怪的形状 然后再用这个芝麻叶 然后再放我上次阿瓦虎买的这个醋 它是Navander味道的 它是Navander味道的 然后再把它放好 就像一样的小鸡 一样的小鸡 就是一个小鸡 你继续的小鸡 就是一个小鸡 那样的小鸡 是可以炒一下 有这个小鸡 对我来说 烤了20分钟 我感觉我稍微火搭了一点 就是这个有点黑了 好了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了 非常简单 这个就切一切拌一拌 这个我放了起司 放面包上简单烤了三分钟 然后那个就炒的西郎化的梗 和那个小玉米笋 放了点腊肉 放入一点起司 里面进味了吗 有点淡 嗯 有点淡 我在哪 送去撒点盐吧 好了 基本全部都吃光了 就剩了一只鸡翅 正好明天可以给小朋友带到学校去 哈喽大家 我昨天淘宝的海韵一箱过来了 给你们开箱看看买什么 然后我一起下单 它是分开寄给我的 就这个可能它觉得不能折 所以它就是分开一个薄薄的那种信封寄给我 就买了两个日历 就之前我在淘宝买的日历是台式的比较小 但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就是手写在日历上寄一些东西 我不太喜欢用手机的那种calendar 所以我就这次在淘宝上淘的那个2023年的大本的日历 它还有这个更大本的 对 然后就买了两个 很便宜了 可能也就二三十块人民币这样子 给你们大家看一下我都买什么了 那次我又买了这个叫 我读了 我怕给人家读错了 就这个牌子我之前不是淘宝逃过他家的衣服裤子 那个空气裤我觉得特别好穿 所以我这次又买了一条 它不过好皱啊 就是这种黑色的 我之前有一条蓝色的 冬天的那种卡齐色会比较好看 就是挺秋冬的一个蓝色 给那个小郭和哥哥买的一些足球服什么的 罗纳尔多的这种 好多套那个打网球的小衣服 我觉得国内那个颜色做得特别好 你看这个就是应该是渐变的 一个网球裙 这样的 很可爱 同仁堂的这个家卫逍遥丸 之前我吃那个逍遥丸我就感觉不错 然后我也发了一个动态 很多就是对中医比较有研究的小伙伴 就给我留言 然后还给我推荐这个家卫逍遥丸 因为我现在每次大姨妈之前 就是很明显觉得自己 比如头发出油很厉害 脸上长痘这个就不说了 我会心情变得特别的浮躁 就一点小事 我就特别着急生气 三四天以后 我再回头看 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必要 我觉得就是激素影响 所以我就是买了 它这应该是六盒 六盒一个疗程 就是吃一下 买了一个茶叶 就是我很久以前 可能都去年吧 我就在微博上说 请大家推荐淘宝的茶叶店 当时收到特别多热心的 大家给我留言 是其中有一个给我推荐的 叫弄子李他们家 都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店吧 可能 啊 这个是我淘宝上买的植村秀的眼影盘 我就看小红书上有人发特别种草 但我发现就是北美官网也没有卖的 灰感灰掉的这种玫瑰灰棕色吧 对 反而是看 忘了淘宝直播还是推荐 有一家是卖普尔的 我买了一个他们家试用的 叫冰岛龙珠 这个包装还挺漂亮的 它好像是特别优惠 就是比较便宜的价格 买这种像球球一样的这种生茶 一个叫冰岛龙珠吧 泡着看就试用装吧算是 然后这个算是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智商税 就这样一个像龟胶的一样 就是放在床上 你就把脖子放在上面来整着 就是可以治颈追病 因为我时候剪视频 我的脖子就特别特别疼 给小波买了一个中式的小裙子 打算过年什么时候拍照船 是不是很可爱 做工还蛮好的这个盘扣什么的 这次没有转运太多 跟你们分享一下 看这个裤型是不是还可以 而且还挺垂的 而且这裤腿裤没有非常长 秋冬的时候就很好搭 你可以搭一些大地色 喜欢 怎么样 你喜欢吗 其实小郭性格挺像男孩子 他蛮顽皮的 把网球服穿上吧 网球服适合小郭的风格 他其实蛮顽皮的 刚才忘了还买了一个安踏的 这种荧光黄绿色的T恤 就是给哥哥买的 我再试了一下 这个还真的挺舒服的 就是躺在沙发或者睡觉 比如说刷手机或者看电视 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这样垫着你的颈椎 然后这个觉得颈椎 这真的很放松 因为它头稍有点朝下 就感觉有人在拉伸你后面那个肌肉 然后就这样刷着手机 我觉得这个还真蛮舒服的 因为我晚上睡觉前 都是经常靠着那个枕头 看电视或者刷手机 我就觉得这个脖子 特别不舒服 腰也不舒服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躺着还蛮好玩的 哈喽大家 我把这个裤子运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特别飘逸 之前那个蓝色的嘛 这个黑的我觉得更好搭一点 就你随便穿个黑白啊 白T啊 什么都可以搭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不是经常穿那个紫色的吗 是内外的 特别多人问 然后他们又寄给我一件 就是这种米黄嘛 算是 反正不是特别特别白的那种颜色 比较温柔的 然后这个我也特别喜欢 早晚稍微凉一点 就可以当成内搭 这样 寄一下 就随便搭一下 还挺舒服的 穿着也不渣 随便搭一下 它有一点透嘛 就可以透那里面的衣服啊什么的 就看上去还比较灵动一点 没有很厚很死板的那种感觉 好 喜欢 我还有一条之前买的那个 这种灰蓝色在这里 就是穿这个觉得好 就再买了一条黑的 之前就收到蛮久的了 忘给你们拍了 就是防晒衣 我之前不是有件蓝色的吗 那个是淘宝上随便买的一个牌子 然后这个是我收到焦夏家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就是那种 大家看很薄很薄这种料子 轻飘飘的 然后是这种灰色 后面是戴一个帽子 这种也是短款的 把这个帽子这样全部都拉上 这样就是连那个口罩 防晒口罩都不用戴了 帽子也不用戴 就这样开车 对 手这里也是 你开车的时候就可以防晒 手部手背 这防晒衣我觉得挺不错 来又麻烦大哥给我干活了 车库装两排架子 原因是我有些鞋子 然后现在全部摆满 搞得我都不敢买新鞋 小孩子鞋占很多 网球鞋足球鞋 各种鞋 跳舞鞋很多 所以我新搞一些架子 把这边收拾一下 太乱了 装好了我的两层鞋架 我们可以把鞋子放上去了 好 瞬间填满 这旁边还是有鞋 这边还依然很满 但是这个架子我没有怎么收拾 主要就是小朋友的鞋 就是各种场合 各种运动要的鞋 真的是太多了 然后我还要把车开下来 看上去清爽多了 让大家记录一下今天的晚饭 今天还是做我很喜欢的藕丁 然后我会放一些青椒丁调味 然后再稍微切点腊肉 我们家小孩特别喜欢吃腊肉 虽然我知道这种烧辣的肉吧 就不太健康 但是他们没办法爱吃 就这三个炒一下 然后这边我正在打鸡蛋 我打算蒸个鸡蛋羹 六个鸡蛋吧 然后上面再放一点肉末 就每当我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 我就做鸡蛋羹 就小朋友特别喜欢吃 然后这个三文鱼呢 是我昨天腌起来的 就是用酱油和味淋 有点日式的味道 待会儿也是烤一下就行了 推荐这个 美国和牛的这个牛肉馅 我先把泡水里画一下 就是Costco买的 做丸子或者做汉堡 或者待会儿我就放到那个鸡蛋羹上面 就是炒一炒 放酱油那样炒一炒也很好吃 比一般的那种牛肉馅更香一点 封锁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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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 我新发现了一个这个 可以洗蔬菜水果的 完全蛮好用的 那用的时候 你就先把蔬菜和水果 稍微这样喷一下 如果是草莓那种 就是挺脏的东西 你就把它泡在一个盆里 喷完了之后 加水泡在一个盆里 那像这个叶子菜 我就基本喷一下 然后因为这个 我买了油几天了 有一些我感觉都不太新鲜了 我把它摘一摘 然后放到这种 大一点的盆里 也是稍微泡一泡 再冲两遍 也蛮好冲的 就不要喷太多 喷太多的话 那个浓度太高了 残留也不太好 这种东西 也不太新鲜了 我认为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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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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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